我..我..我們..真的來到了 在天上的感覺如何 大夥還習慣吧 哇..我們真的在天上耶 好像在作夢一樣 先到天法 果真是神妙無妨 看 騎士和黑龍 就在前面 什..什麼..你們居然能追上來 這是你命中注定該絕於此 其次..這下子看你往哪裡逃 哼..原來如此 是那女子的正法 疾風..於你們雙足之下 拖住你們不治下罪 嘿嘿嘿嘿嘿嘿 只要撒著女子 正法之力消散 你們..就都成了斷刺麻雀 只有..在地上摔成露泥的糞 指風姐姐 她這番話 可當..當真 卻是如此 對正法 全靠我一人為此 我一旦身亡 後果便可想而知 我也知此..此住 時事行險 但若要追擊其事的話 失誤他法 哈哈哈哈哈哈 你這是尼菩薩故鄉 自身藍寶 我知道你施展持正法時 雖可言語 但卻須端坐原地 不能任意走動 嘿嘿嘿嘿 你這個樣子 就叫做坐以待斃 陰公子 黑龍靈甲印於鐵石 本是全身刀槍不入 但這黑龍 若真是謝雨的話 頭部 應有一處被禁法 千利鬼是咬開的傷痕 這是他唯一的弱點 不論兵刃術法 你們合力 往那裡招呼便是 原來如此 我明白了 騎士雖然道高勢廣 但他賢未修成 先訪魔道 還不會風行 與飛盾之術 一旦謝雨被打倒 他就只有死路一條 而且他也一看出 我是主政之人 必定會盡全力對付我 因此此戰勝負如何 就看你們 能否盡快打倒謝雨了 即使如此 我們得留些人手保護你才行 並分兩路 只是突然削弱戰力 我此時雖無法助陣 讓善人 暫時置護 你們可先不用管我 全力圍攻謝雨 方有勝機 總而言之 咱們 見機行事便是 眼前敵人已知 咱們 快到前面男主 別讓他們衝了過來 嗯 只有這麼辦了 是了結 這段冤孽的時候了 對了 殷公子 嗯? 有件事忘了提 什麼事? 諸位 所以不致下墜 全靠我手上這顆 小神雲珠 的法力來維持 而這小神雲珠的法力 大約可以維持兩柱箱的時間 萬一超過這個時間的話 那時 我們會墜落是不是? 好的 我行得了 是防兇手 所正其位 全民無尊 應承諸椅 召喚 好 這裡 就用夏侯儀的鐵爪 來結束這一切吧 黑龍 蟹魚 蟹魚 蟹魚啊 你不會這麼簡單就被 蟹魚 蟹魚 心情啊 啊 啊 果然不出我所料 得到此物 总算不枉我们刚才的拼死二战 这渲染滑光 莫非是传说中的仙界法宝 火源宝塔 对 内运天地灵气 星辰流转 珠般法仪的 至宝火源宝塔 骑士身上 居然带有此物 难怪他能轻易试用 威力强大的护身正法 甚至 受欲谢鱼为己所用 我在寄天塔 出见他时 便发现他隐隐透出紫气 显示身上带有奇增至宝 所以 才决定冒险追击他 此风姑娘 刚才云端之在 凶险已急 大火的心命 可说是玄于一线之间 若只为了此物 便让大家自身于如此显地 未免太不值得了 这并不尽然 因公子 须知天下 虽大 但这世上的 让我们以凡人漏身 入地界的法宝 就只此一间而已 让我们 以漏身入地界 是的 是的 地界乃是鬼物 妖魔所居之地 那里充满阴力煞气 凡人不能常居 否则原神生气 会建造 因破鬼力所食 最后 成为心魂俱散的活尸 但若有了这火源宝塔 他的火源灵气 可把我们不受 因破鬼力所害 寻找神经一事 便不再那么遥不可及 即使如此 地界人间两个遥远 却要如何前往呢 昔日皇帝 站持有之前 两界之民 还时有来往 后来持有战败 地界之民 被赶入幽都地府 皇帝 未免再生事端 命能封闭 灵贯两界的通道 但由妖魔 依旧前来 人间已是来看来 应该 还有剩下的通道才是 这么说来 我们得去请教 知晓此事的前辈高人才行 于此我倒有个主意 我们不妨回华山 问问神隐善人 老前辈 只是汉老人家之前 出马 沿诺各派之后 不知是否已经返回华山 这倒容易 咱们 咱们俩回去瞧瞧便是 这一路打下来 大火也累得很狠 就让大家 先好好休息吧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